大家好,下面由我给大家更新一下诊断反馈的状态。 首先总结一下去年的诊断反馈情况。 2015年,我们共收到来自162家经销商的390条诊断反馈, 其中165条被接收处理,解决EASTA问题的占102条。 详细信息请参考TIC上每月更新的诊断反馈状态列表。 下面,我们要向这162家对诊断反馈起到推动作用的经销商表达感谢, 尤其是这5家提交报告数量较多的经销商。 EASTA诊断反馈的作用非常重要, 不仅能够改进EASTA质量,提高车间工作效率, 而且由于EASTA诊断测试模块问题导致的保修聚配情况, 可以通过提交诊断反馈信息得到解决。 我们已有相关的保修案例,希望此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。 EASTA的改进需要诊断反馈, 诊断反馈的提交需要各位经销商同事的支持和努力, 2016年需要所有经销商同事的持续关注和继续推进, 以解决和改进EASTA问题。 对此,我们也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政策, 鼓励大家提交诊断反馈, 将诊断反馈的奖品落实到个人。 每月将对全国提交诊断反馈质量和数量前10名的经销商技师进行奖励, 每年会选出各区域的最佳经销商, 对该店进行奖励。 因此,需要提醒各位经销商技师, 在提交诊断反馈时填写详细的个人信息, 包括姓名、电话和邮箱地址, 以便您的提交被正确记录和统计。 每月的获奖信息我们会在TIC上进行公开公布, 希望大家关注。 以上是诊断反馈部分的更新, 2016年请大家持续关注诊断反馈的状态和动向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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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